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动态的时候 因为她是一个淑女 是要保持非常lady的状态 但是铺蝶你要追着蝴蝶跑 这个是一个非常动态的场景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 宝钗会做这么活泼的运动 所以放在宝钗身上 就会令人有一种惊奇的效果 好 那我们这一回呢 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宝钗会去铺蝶 主要是因为呢 我们其实从红梦前二十几回内容 细心的读者当然立刻就可以发现 宝玉跟黛玉的感情更亲密 彼此也非常的信任 所以才能一起读西相继 那这种情况呢 绝对不是只有那两个当事人 跟我们这些读者知道 大官员里面其他人 也会发现这一件事情 比如说呢在这一回里面 宝钗她本来要去肖香馆找林黛玉 可是当她到肖香馆附近的时候 她就看到宝玉走进去了 那这个宝钗就站住了 其实我们知道宝钗是一个 心思也蛮细的人 就是说在这个两大女主角之间 虽然宝钗好像常常是 作为林黛玉的一个对立者 或对立的形象 但是事实上她们都是心思 非常细密 而且同时都具有文学才华的女性 在这一点上面是一样的 所以这宝钗也是想很多 她就看到贾宝玉进去肖香馆的 那于是她就想 这个宝玉跟黛玉从小一处长大 她二人之间多有不必嫌疑处 嘲笑喜怒无常 而且黛玉素席猜忌 好弄小幸 就是她这个脾气也不是非常的好 她说如果这个时候我也跟进去的话 一则宝玉不变 二则黛玉嫌疑 倒是回来的妙 那我们当然可以说 这个薛宝钗也是蛮事项的这样子 那但是她考虑的几个点 让我们知道 这个园中可能就是 比较明眼一点的人 大概都可以感觉到 宝玉跟黛玉的气氛不太一样 这样子 那她这边呢 她说这个宝玉黛玉多有不必嫌疑处 她们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她们到底要避什么嫌疑 那问题是她们两个虽然小时候 都跟甲母猪在一起 小孩子的时候 搞不好还可以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 但是你逐渐长大了 这个来到青春期 你可能再过节 你就可以婚配等等之类的 你慢慢的这个男女避嫌的这个事情 这个管束的力量 也会来到她们的身上 这样子 所以她说宝玉黛玉不必嫌疑 从小一起长大 各种言语动作之间比较亲密 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在旁边这样看起来就很多鱼 这样子 那再来是呢 这个宝采她很聪明 而且目光如炬 她又很会处理人际关系 所以她就发现说 宝玉比她早一步进去肖香馆 也许她们有悄悄话要讲 那自己去里面插足期间 这当然是很奇怪的事情 她也知道林黛玉的个性比较猜忌 她不想背她 就是因为她进去的事情 而让她不高兴 这样子 那于是她就想说 那寻原路回去 去别的地方好了 这样子 那么她走在园内的时候呢 她突然看到前面 有一双玉色蝴蝶 大如团扇 但却非常大只的蝴蝶 一上一下的迎风偏仙 那宝采就想说 那我何不扑了这个蝴蝶来玩 这样子 那就像袖中取出扇子来 向草地下来扑 那这蝴蝶这样飞来飞去 来来玩玩 穿花度柳等等之类 那这个宝采又不想 就是惊动这个蝴蝶这样子 于是她就要捏手捏脚 一直跟着这两只蝴蝶 一直跟到池子里面的低萃亭 然后她也累了这样子 这边说她香焊淋漓 娇喘细细 就是我想这个贵族女性 很少会有做这么多劳动的时候 这样所以她也无心铺了 但是呢她刚想回来的时候 她突然听到亭子里面 有人讲话的声音这样 那前面这一段 这个短暂的一段动作 其实就是著名的宝钗铺叠 那但是呢在这个部分呢 很多人是有不同的这个想法 就是说为什么要写宝钗铁 那有些人可能很单纯觉得就是说 因为宝钗平常很端庄啊 你这时候写很动态的这个状态 就会令我们对宝钗有一些 比较新鲜的一些想象或是看法 那但也有一些人说 她铺的是怎么样蝴蝶 是玉色蝴蝶 一双玉色蝴蝶 那有些人就会联想 玉色蝴蝶指的是宝玉跟黛玉吗 她是不是想要铺杀他们呢 之类就有些人是 特别是永龄派的 因为很讨厌薛宝钗 其实就会做出这一类的联想这样 但是我觉得不管答案是什么 其实我们今天也不会知道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就是我们只要把这样子的解释 放到文本里面去 然后看她前后脉络 我们是不是说得通 如果说得通的话 也就不妨作为这个答案的候选之一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然后再来是 我们在解释里面的人的 这个行径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小心的 不要把人想成是绝对的好 或者是绝对的坏 就像我们很难把林大玉就是想成 她就是绝对的纯洁 绝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样子 或者薛宝钗就是绝对的坏 绝对的阴谋论 或王熙凤 她就绝对都是要害人 其实都没有 我们其实在这些场面里面 你也可以找到就是说 林大玉她也是会去嘲笑老人家 比如说她嘲笑刘老是那个蝗虫 这样子 或者就是说薛宝钗 她其实也有很照顾人家不求回报的时候 或者就是说这个 凤姐 她其实也有善良的时候 甚至是假帘这样子的色鬼 她其实都有好的时候 所以我想在《红楼梦》里面 她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是完全彻底的 即使是像赵姨娘这样的角色 我们其实都可以找出她的可怜之处来 这样 所以我们要避免把他们往一个太极端的方向去解释 好 那他们这个在亭子里面讲话的人 薛宝钗到底听到了什么 首先呢 是宝钗她就听到 有一个女孩子就说 你看看这个手帕子 如果是你丢的那一块 你就拿着 如果不是呢 就还云二爷去 那这云二爷是谁呢 这个时候就多出一个男性的角色 那就有另外一个女生就说呢 这就是我那一块手帕 你赶快拿来给我吧 那原来讲话那女生又说 那你拿什么谢我 难道白寻了来不成 而且那一个捡到你手帕的云二爷 他也要求要有谢礼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知道说 整个事件就是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看到他们的人 就听到声音了 就是有两个丫鬟 然后呢 有一个男人捡了其中一个人的手帕 然后现在呢 这个手帕本身就好像变成一个 传递情意的信物 然后现在在通过 一个更小妖怪 这更小妖怪就像是一个红娘一样 在中间传递这样 所以当时因为感情不是一个自由的状态 所以就会通过这种场面了 所以这个场面其实反而更靠近以前的 才子佳人小说这样 好 那这个宝钗就听到这个 那他就很讶异 他就觉得说 那这个园子里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说男女要避嫌疑的 结果现在 这边有两个丫鬟 现在在讨论这种事情 而且薛宝钗他真的非常厉害 就是呢 我请各位同学就是 在这个关于里面 这个在亭子里面讲话的这个丫鬟 他其实是小红 有时候又叫红玉 他在小说里面有几回都有他的戏份 大家其实可以蛮仔细的来看这个部分 大家就会发现就是说 小红他其实是怡红院的丫鬟 就是说是宝玉那边的丫鬟 但是宝玉有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宝玉就问说你是谁 你难道是我这边的吗 宝玉不认得他 这一点就是说你可以知道说 宝玉身边的丫鬟有多少 第二点是宝玉的贴身丫鬟 一定是把他围得滴水不漏 你稍微第二层的丫鬟 其实宝玉根本不认得你 那他的这个正牌主人贾宝玉都不认识他 可是我们看这个薛宝钗怎么样 这个薛宝钗呢 他一方面就觉得说 哎呀里面的人在做鸡鸣狗盗的事情 第二点他就说听这个声音 很像怡红院里面的小红 然后他就说呢 这个女孩子素日眼空心大 就是还有注意到这个女孩子是有野心的 不是甘心就做一个二等丫鬟而已 所以说他素日眼空心大 他说呢 那他如果被我发现说我听到他的秘密 不知道以后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所以他就想避开这个事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读者 我读起来其实觉得有点奇异 就是说贾宝玉都不认识他 但薛宝钗现在光是凭声音 他就知道那个人是小红 这个太厉害了 第一点当然就是说薛宝钗很聪明 观察力很强 记忆力很强 那第二点就是说那显然他是有在留心 贾宝玉身边的这些女孩子们 都在做些什么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这个薛宝钗真是一个厉害的女人 这样子 好 那再来是呢 这个薛宝钗就想说呢 他不想被人家发现 他已经在这边听到他们的秘密这样 又听到里面两个女孩子说要打开窗户了 所以他想说怎么办一定会被看到这样子 于是呢 他就演出了一出戏 他故意放重脚步笑着叫道 贫儿我看你往哪里藏 那贫儿就是林黛玉 一面说一面还故意往前赶 那这个亭子里面是洪玉跟罪儿 他们刚一推窗就听到宝钗的声音 他们就吓到了 那这宝钗就反而跟他们两个说 你们把林姑娘藏在哪里 他们就说没有啊 我们没有看到林姑娘啊 宝钗就说我踩在河那边看到 他在这里蹲着弄那些水 所以他这样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刚刚有看到林黛玉 在这个亭子底下已经蹲了很久了 然后接下来宝钗 他就假装找林黛玉的样子就走掉了 那这个其实反而是 那个亭子里面两个丫鬟就非常紧张 他们就觉得林黛玉一定听了他们的秘密了 那当然在这一段 很多人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解释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哎呀没办法 就是这个薛宝钗他就是要脱身嘛 那你脱身为了使这个场景比较逼真 你知道编造一个不在场的人这样子 可是另外一个 这个看法就会觉得说 OK我可以理解你要脱身 你要编造一个谎言 那你谁不编你为什么编林黛玉 这难道不是你的潜意识吗 你难道不是想要扑杀玉色蝴蝶吗 有些人就会把这个东西兜起来这样 不过我觉得如果一直做这个解释的话 那薛宝钗真的太坏了 但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其实我没有那么想要把它解释成这样子的一个 可怕的想要铲除自己同性的女性这样子 所以呢总之就是说 他的这个种种行动 会让我们读者在读的时候 总之会去猜测是不是有弦外之音啊 我想这也是《红楼梦》这个小说的一个魅力之一这样子 所以总之呢无论如何就是说 他前面的铺叠再加上铺叠感觉起来是很没有心机 很天真无险 跟后面他撒谎的这个部分 以及立刻从声音认出小红这个事情 都可以让我们看到 他当然是非常有心机的一个女性 所以他的无心机的天真 跟有心机的那个部分是合而为一 这个才是宝钗整个人的样子这样 所以我们其实很难去判断他是完全好 或是完全坏 薛宝钗应该是比我们想象要更为复杂的